走出室外 熱烘烘 站在太陽下 更像是呆在烤箱裡 全台11個縣市發布高溫警訊 熱到快不行了 但是專家說 這才剛開始 天氣專家林德恩分析 太平洋高壓實在太過強勢 從氣溫預測圖來看 從6月24號到7月6號期間 太平洋高壓軸線明顯犧牲 整體溫度偏暖 各時段氣溫略高於平均氣候值 0.8到1.4度之間 關鍵是各地高溫 似乎還沒看到鏡頭 白天雲量少 太陽加熱快 溫度直線上升 熱傷害就整人次 單日都來到近50人 接下來一整週溫度預測 全台還是紅通通一片 尤其二十四號在中南部內陸地區 大臺北地區花冬有機會 會標迫三十六度 二十五號 開始改吹東南風 各地還是相當炎熱 南部地區溫度還會再更高 來到三十六三十七度 防範高溫之外 也要留意午後雷震雨突襲 在中午過後的話其實還蠻多地方容易會出現 午後雷雨的情形 那今天特別要提醒的是在比較靠近山區 還有在中部以北地區容易會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現 週一 週二 午後雷震雨範圍擴大 西半部 東北部 東部地區 以及東南部山區都容易出現局部大雨 二十六號 二十七號 太平洋高壓增強 雨區減少 但山區近山區還是容易降雨 二十八號範圍再擴大 中南部有零星震雨 全臺各縣市午後都要防範大雨發生 高溫又濕熱的天氣 恐怕還得再忍忍 三雄高高壓增強 太平洞無道